改变了艺术史的发展方向 这个艺术家是法国艺术家叫卢初 他是个真正的业余艺术家 因为他一生都在做公务员 做海关职员 做税收员 也做邮局 但是他喜欢画画 他每个星期天 他就把画像坑 起来出去画画 在家里画画 所以艺术史有时候也开玩笑的 把他说成是什么呢 星期天画 这是他的自画像 这种画 稍微受过写实主义专业训练的画家 都画不出来 当然反过来我们也知道 这个艺术家叫卢初的艺术家 这个画告诉我们就听 他真的没有受过任何学院的训练 但是 我们看他这个画 慢慢看下去以后 我们会越来越惊讶 他真的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天真 他真的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一种非常奇特的热爱 你看他画一个原始森林 老虎在行走 所有的树叶和草画得如此认真 认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而且还在下着雨 你看这个画 这是一个睡梦 这种画我们很惊讶 月夜中你看一个 是不是一个艾提人我不知道 这个音乐家我不知道 反正一个狮子出现 这只有梦中才能出现的场景 这种画所获得的那种感受和情根 放给大家听的烈斌的那张肖像完全不一样 这真的是一个梦幻 它真的让我们带上另外一个事情 甚至当我们越了解如说 我们越学了 只有这种画法才能够获得这样的观感 想想看如果烈斌来画这样的话 画得非常非常写实 我们所有展观都会马上注意到 哎呀 这个衣服画得太像 哎呀 这个眼睛画得太有神 哎呀 这个天空画得太深远了 哎呀 这个月亮太像 我们看得越亮了 结果我们就忘了点绘画的主题 多么奇特的一个风景 的确 所有成熟的显身主义的 19世纪的那些学员白画家 都会批评这个画 因为它太幼稚 但是今天我们不能这样看 我们知道这个画家真的被 他在法国是不是 他画的这个塞纳河 他真的被塞纳河的那种 黎明 所感动 这种黎明有一种 魅力 那个云朵有一种魅力 而且用心 他的另外一个责法想 他是一天出去画画的 我想这个画家的这个资画家非常像 你看他前面这个资画家哪个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我们摆脱一种写实成见的时候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它 像旁边的这个树里 那个树一棵一棵树认认真正的画下来 如果按照列宾 前面画那个音乐家肖像那个列宾来说 这种书太没有主次了 太没有前后关系了 这个资画像也是你看 这个画家站在路上 他似乎没有站不住 也没有投影 好像贴上去一样的 那个云朵也是 一个画 云朵上面还有 升气球 还有太阳 你看 但是 某种意义上 一个少年 画画不就这样的吗 当我们 一个画家 掌握很多很多写的技巧的时候 那么 他还能画出这样 有趣味的画吗 这是 今天已经有答案案的问题 这个画也是 树林 他画了很多树林 我觉得他树林非常精彩 其实他画的是一个 可怕的现场 对不对 一个 狮子 真的咬一个鳄鱼 但他却出来了 如此的精彩 你看那个树叶 一个一个画 后面有一个太阳 出来 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那种 奇特的童真般的热爱 这张画也是很出名的 这张画就是 吹蛇 与蛇舞蹈的人 有神话色彩 而且前面的树都在反光一样的 有一种奇特的自我发光的气息 它的神秘性 非常让人怀念 这个卢树 这也是 他总在画这样的一个景象 后面有落日有月亮 而且总在中间 总在居中 你们发现没有一个儿童画画 你稍微训练他一下 他就会把太阳画在居中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听 那些教儿童画有经验的老师知道 一个三岁四岁 甚至五岁的儿童 他不会知道 在一张纸上 中间画一条横线 叫地平线 但你告诉他 他就会 然后如果要儿童画太阳 或者月亮 他们非常本能就把月亮和太阳画在脚边 画在纸张的一个脚 不是左脚就右脚 它是对的 因为太阳在天边 因为太阳在天边 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告诉他 不 太阳或者月亮 在中间真的上升 这两个是成人概念 但是 只要你告诉儿童 儿童就会 儿童一旦会了以后 他以后就不断讲 这也是上面漂浮着飞机气球 和那个什么 那个是那个什么 气船之类的 在那和平 这个我不用解释 大家已经可以会 欣赏到 不说这些话了 你看 他们 这个 打排球的 这个 好像非常奇怪 就是因为缺乏所谓的写实技巧 我们现在看他放得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非常好玩 打排那些相处 这张画是他一张名作 他最后临死之前 最后一张杰作 这个像梦幻 一个 一个女的躺在 这个胜利的沙发里面 画完以后 有人去他家 有一个艺术批评家 到他家去 当时画下 问了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把沙发 画在树林里面 当女的躺在沙发上 而且这个沙发 为什么是暖色的呢 于是卢梭假装 很有哲学意味的告诉他 这是一种审美 的深度 于是这个批评家 略有所思的同意了 哎呀 的确是伟大的艺术家 回去就按照这个诗路去写 没想到这个卢梭 等这个批评家走了以后 写了公信给另外一个朋友 说这个批评家 问那么点好傻啊 他问我 为什么那里面沙发 为什么有个暖色 其实很简单 然后我就觉得那里有一个暖色 没有任何理由 然后他相信我有植入学 这帮卢梭的信我们回来翻译出来 所以这个批评家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尴尬情况 这也说明什么呢 我们对艺术欣赏 也许也要把心放下来 可能你越有一种 所谓的艺术涵养 你越会拒绝某一类艺术 卢梭是现代外华家 你看这里 这里说得很清楚 自身于充满梦幻的热带重庆中 齐花异草 玉玉苍苍 狮子老虎 互相虎视眈眈 还有牲畜的大象 跟天上的情仰 惨淡月光下 吹长笛的黑人 你看这里 当时有位评论家写信问 华家为何这般构成 卢说回答 那是长衣上的少女 梦见自己被运到热带重庆的景象 但其实他后来还另外一部 哪有那么多的想法 好 另外一个画家 柯利 柯利是一个德国人 德国画家 而且他音乐非常好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一直为自己将来的职业而犯愁 究竟是从事音乐呢 还是从事艺术呢 柯利的夫人就是当年 一个非常著名的专业钢琴家 但是结果她决定从事艺术 但是她从事艺术 她的音乐也没有问题 因为她的音乐帮助她 使她的画面充满了一种音乐的节奏感 同时她也成为非常著名的 巴浩斯学院里面的一个基础课的教师 为现代设计提供的最基础的概念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她一本 当年巴浩斯丛书里面的一本书看一看 那本书题目叫点线面 也就是说她非常认真地在讨论一个构成的问题 她认为点线面三者结合 就能够构成出我们所需要的情绪 那么在她的课堂上 曾经有一次她布置这个卓业给学生 她说我这个卓业的题目叫散步 但是大家只用一条线来表达 又是学生把卓业加上来的 有的人的线是急促的旋转 有的人的线是直角 只有一个人的线是非常缓慢的在变化 也是克里说散步就是缓慢变化 这条线 其他的线都和这个状态不合适 我讲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了 整个现代设计的基础构成 跟这个叫克里的德国艺术家密切相关 可惜希特勒不喜欢她 把她除名 听到在家里最后二战之前默默的死去 她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密 这她的话 因为她的的确确在她中年的时候 一再强调儿童的天真太让人怀念了 她厌恶所有成熟的绘画技巧和风格 她要寻找一个天真的表达 那么她要寻找对象这个儿童 所以她真的在研究儿童话 真的在跟儿童一起玩 当儿童把话画下来以后 她非常认真地把儿童话的因素 融入她的创作中 但同时她的因素又非常严谨的构成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点线面 这个话就非常非常的有构成感 而且有色诚 它不是平图的颜色 它跟前面那个卢作刚好相反 所有的形象都是儿童 的画给她的灵感 但是这是当音乐画 克里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她就想到音乐 想到节奏 想到形象重叠的节奏 想到色彩的变化 这个暖色背景就像一个 我们听江晓月的话 他就像江晓月的 可能是小提琴的合作 应该像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合作 那么有一些因素 可能就是一些童馆 童笛 或者前面是独作的小提琴的钢琴 不知道 但是克里在做这种画的时候 她的确在想着 她所热爱的音乐 这段画就是在魔马儿童画画 看到没有 在魔马儿童画画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两种因素的结合 一个是儿童的绘画的构成因素 但是另外有这个因素 以及点线面的构成 克里可以说是 成功的把两种因素结合 从而创立了自己 独特风格的一属家 这个风格对后来的一属影响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 他连线条都在学习儿童的画法 这个线条是一个短线 短处的线 如果叫儿童画的 老师就会有经验 这个 几乎所有孩子画画的时候 都有两种线条的表达 一种是很流畅 有的儿童 一出手就很流畅 但有的儿童 一出手很慢 一点一点一点 像爬行一样 我很久的时候 我仔细观察过这个现象 凡是这种出手很慢 线条像爬行一样的儿童 他一定是比较内向的 比较谨慎的 很怕出错的儿童 凡是那些非常流畅的 那些儿童就是比较大度的 比较洒脱的 比较开放的 比较外向的儿童 所以这种线条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儿童特定心理的 某个外在的符号表格 柯利在博法 包括他签名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两个就是儿童的造型 但是形成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只要明白了一个儿童造型的因素 包括线条 明白了柯利所做的点线面的结合 以及明白了柯利的音乐背景 和在画面上显示一种非常内战的节奏感 那么我们就能明白柯利的意图了 这个我就不说了 是他的这个解密 这里面有些话可以说什么 直觉是绝不可能被替代的 这句话很重要 他在意义中写到 最近二十年没有任何画家的作品 在表现出如此神秘的 像是销魂和带有如此稀有的机器 就这样的话前面放过 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数理 这段话 这段话是死亡中 柯利画完这段话不久就去世了 他当时非常抑郁 内心非常苦闷 因为他被拉锤德国排斥 他的话被拉锤德国称为是负能量的话 称为是一个游汉的话 他也不能够按照拉锤德国那种要求去做话 他就边缘化 待在家里非常郁闷 就是默默死去 1944年默默死去 死期前画的这个话 死于火 生患重病的情况下创作 离弯着一种浓厚的淒涼和哀愁的风味 这张非常著名的一张画 但是都是象征性符号性的 一个鬼神在出现 那么 这是不是画家自己呢 还是一个生命的太阳象征 这是象征的一个死亡的昏迷在出现 灯着一双奇怪的眼睛 第三个画家是法国的这个马提斯 马提斯对于现代艺术影响非常大 可以说是西方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推手 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度人物 他早年画的非常写实 这是他早年画的油画 这张油画也告诉我们听 马提斯就是在这样的训练中出来 但是他很快背离的这个方向 他要走向一个更有趣的背景 他广泛吸收 他希望他的画更具有一种张力 我不要老掉牙一样跟着前人后面跑 当然我们中国的著名徐飞红先生 都不理解这个马提斯的话 所以他就在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名字 叫马提斯 马都提死他了 如果今天在法国 我想大家都知道马提斯 因为他被马提的半年没死掉 而且很有名 但是究究多少人知道徐飞红呢 大家会知道他中国中国的画家 他开始变化 这张画表明马提斯在吸收点彩派的第一处 这个画用纯色的画 然后他做了一个展览 今天我们把马提斯叫做野兽派的领军人物 这个名字很怪异 野兽派好像很野蛮 其实这是个误会 当时马提斯在跟另外一个画家 在德兰一起做一个画展的时候 有一个记者写了一个评论 哎呀 他这个记者说 如果可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的艺术家 铜纳太罗站在这个现场 他一定发现他被一群野兽包围着 大家知道 四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家 铜纳太罗 他的雕塑是多么的优美 严格按照古希腊的那种优美的标志来创作 他在这个展览上 他就会觉得他被野兽包围着 于是他们就把马提斯叫做野兽派 说他的话很野兽 其实一点都不野兽 马提斯自己的一所宗旨非常非常的简单 他有一句名言 我希望我的画是一张安乐椅 大家躺在我的椅子上 忘掉一切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你看 我希望我的画是安乐椅 这时候画的是一个海滩 一个优美的海滩 这个人们在晒 裸兰隆里在晒太阳 而且在刻意的变形 变得简单 为什么画的画像安乐椅呢 这就设在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看前面那个 列宾的那张 音乐家穆索拉夫的肖像的时候 我们会很紧张 我们会树然起劲 因为这个机场太高超了 太精彩了 如果你是个学画画的人 你会知道 你会马上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着这样画呢 但是我们看马提斯的画 没有压力 好像我也会涂嘛 当然你涂不出来 你放心 好像也没什么技巧吧 当然他的技场是藏起来的 比如说他画非常的均衡 他的颜色的 那个护五色的用力非常精彩 但是他所有的这些都藏起来 我们看到的是好帅直啊 好像很容易画 你看 他在往回走 他希望自己有点不会画画 当然他在刚刚说的颗粒前 他比颗粒要早一点 所以他还没有把儿童画放过来 但是他希望自己的画画画得通俗点叫出照 实际上他想寻求一种直接的感受 这到中间阶段的话 这个画就是从音厂派 从这个点厂派向现在走 强调油画的射程 所以这个画是个中间阶段 到后来 这个是个立体派 他受到毕加索的影响 在画这立体派的画 到后来变成这样 是他最成熟的画 这个画画了很多 就是几个平图颜色 就是三块颜色的几个美女在跳舞 跳舞就代表了一种对美的一种想往 画的很多 这是 就是音乐众生 他们其实就是在演奏音乐 表达一种对美的一种想往 其他在医院的 穿着病服 外面的阳光 外面的院子上 画得非常的 有意的在寻找一种 制作的因素 这把电视 米罗是西班牙的一个画家 这个米罗也是 从成熟走向的抽象 最后走向的好玩 这是他 中间阶段的话 把这个画看得出 这个画家的艺术渲染非常高 颜色非常精彩 但是你看 他后来变成一种抽象符号 这里面我放了一张 不是米罗的画 我把大家看得出 这是一个儿童画 当然 对于有一定的艺术渲染的人 一看就知道 这怎么可能 米罗怎么画成这样子呢 当然 显然 这个画的 孩子的画告诉我听 老师正在用米罗的画 奇幻到画 这米罗的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符号 这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但是 为什么我说做的好玩 雕塑就好玩 把这个变成公共雕塑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甚至变成房子 你看 儿童看到这样的雕塑 只能跑过来玩 没有更多的想法 也就是说 他使他的作品和儿童走在一起 让儿童进入 不是让我们进入 那就是这个奇怪的笔章说 这个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三个画家 第一个画家是齐白石 第一个画家是徐北红 第三个画家是笔章说 所有人都知道这三个画家 而且代表三种倾向 笔章说代表传统艺术 徐北红代表写诗 笔章说代表创新 但我敢打赌 虽然在中国 可能连扫地的人都知道 这三个画家 但是极少有人了解他 比如说 就我来讲 我就认为笔章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西班牙的斗士 一层丰富多彩 其耐不断 但是他不容易解释 他的字画像 他的典型的那种 这个的梦幻 各个时期的话 立体主义 什么叫立体主义 我再说 晚年的话 这个晚年 他七三年去世 八十多岁 大概六十年代中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 他就 反而画了一批非常色情的画 把各种这样的奇怪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这篇文章可以简单读一下 笔章所是谁 这是一个重要的奇怪的问题 他无法了解 无法领域 我们不动得多了 但这句话很重要 笔章所说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母亲就对我说 如果你从军 你会成为将军 如果你入教 你会成为教皇 但现在我从事艺术 所以我称了 笔章所 诗人艾利亚 评论笔章所 他用狂暴击溃所有的温柔 用温柔击溃所有的狂暴 什么意思 不知道 笔章所还有一句话让我非常刺激 就是在绘画中 笔章所仔细而鉴定地区分 探索 寻找与发现的不同 他说 我不探索 不寻找 我只发现 而我们 至少我在学艺术的时候 或者在艺术界 我们常常听到老师对我们的鼓励是 你要独做探索 要努力创新 不要怎么说 我只发现 什么意思 你看 探索的观念已经是绘画走入歧途 也使艺术家沉迷在他内心的苦势迷藏当中 对于现代艺术家 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讲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错误 对精神的探索已经毒害了整整 那样的一些人 他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在现代艺术中 所有实在的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却试图去描绘不可见的 因为是毫无绘画性的东西 发现 像儿童一样发现 像儿童一样天真 所以比他做讨厌 蒙的领安 我几乎不能理解 我几乎不能理解探索这个词 对于现代绘画的重要性 按照我的意见 探索对绘画毫无意义 发现才是实在的 当我做画的时候 我描绘的对象会显示出 我已发现的样子 而不是我一直寻求的样子 鬼才知道什么叫发现 它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这个话我就不读了 他对这里画画的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 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画有它自己的生命 你那个画了以后 不是你在画它 是它带着你往前走 当然这如何体会 这需要我们深思熟虑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 而同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些因为太长了 我不读那么多 我读一些最重要的 这句话很重要 我常常以用这句话 一大手说 有句开玩笑的话说 没有比将军手上的武器 更危险的东西 这句话用在艺术家身上 颇会合适 确实 没有比法官手上的裁决 和画家手上的画比 更危险的东西 想想它对社会的危险 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勇气 把画家和诗人 去除出社会之外 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 我们懼怕他们 生活在我们当中 别的那种如此有名 但是我相信 绝大多数不懂艺术的人 或者对这个没有兴趣的人 他们不会对别的那种感兴趣 他们会一下子被前面所列军的 那个裂兵的 那个伟大的相像所吸引 比较说得很正确 你们不敢把我赶走 这真的是一种 少有的被他所施的悲哀 他是不是也想被放逐 尝一尝他那个 伟大的同胞 戈亚晚年的浪游滋味 因为戈亚晚年被放逐到法国去了 因为西班牙被法国入侵 实在政治变了 你越是放肆地招弄公众 公众对你就越是敬畏 然后这种敬畏是你很怀疑的 所以他说 我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亲近艺术 需要他的认可 可以说在这方面 干得够纯的呢 毕丹索没有被放逐 所以他可以大胆说话 他说 艺术家仅仅是宇宙中 威不足道的一份子 对他不必比世界上 其他提供给我们愉快 但我们又无法解释的东西 看得更重要 所以他断言 想去解释话的人 总是流头不对麻醉 但是真正放逐毕丹索的是 社会人 毕丹索从来没有被新社会幻影过 但谁也不能说 毕丹索不想把新社会 他可以对公众大张打罚 但是对新社会充满迷惑不解 他和卢卡契 这是一个匈牙利的著名的文艺人家 男然是语 却不是为自己 他的话很重要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革命的国家 给艺术带来的损害 比一些保守的国家要多 每一个人都想了解艺术 为什么不去努力了解 了的名唱 为什么人们爱夜晚 爱花 爱周围的一切 却不努力去了解他们 这个我就不多了比他索的诗啊 这是没有标准符号的诗啊 他的诗很奇怪啊 童年时代请进这样的诗刻 蓝色记忆中的白色给他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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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像前面所读的那个 固承的诗那么美丽动人入耳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回答 比他索这个简单的问题 这张画在 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六楼的一个大厅上 很多很多人在看 但是1907年 当比他索画出张奇怪的绘画的时候 他的朋友大吃一惊 经营他画廊的画廊老板 大吃一惊 因为他的那个时候的话 已经很有时长了 他就打破这个 他后面就这样的画 这个画的主题是什么 也非常暧昧 而且上面有 非洲原始雕刻的影子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 这张画非常重要 因为他开创了一个 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 叫立体主义运动 2005年 英国一批艺术使家 在为20世纪的西方艺术 排座赤 这张画得了第二名 第一名更奇怪 就是杜桑的小便吃 这个画是这个画的解释 我就不解释了 实验不多 这张画也很重要 这张画是用 立大索手 熟悉的立体主义的手法 就画了一张画 戈尔里卡 而且他的 推动力是一场悲剧 因为1936年 这个西马牙发生了一场 重大的一个变革 公民起义 想推翻当时的独裁政权 弗朗格政权 但是失败了 当时各国欧洲 包括美国 都有很多很多人去参加 支持共和军 想推翻军事独裁 没想到都失败了 而支持弗朗格呢 是两个法新师 一个是意大利的莫州领利 一个是德国的拉雄德国 而是德国出空飞机 37年轰炸了 西马牙一个小镇 格尔里卡 造成人间惨剧 被他所花了这个笔 而且宣称 只要西马牙 一天不结束 他的独裁 这段话不许回西马牙 当今天已经回西马牙 回到格尔里卡去 而且这段话 还引起来很多话题 一方面从 道德上来讲 这段话非常正义 他在控诉人类的可怕 这里面有很多分析 死亡啊 可怕的这个 代表暴力的公流啊 被撕裂的尸体啊 灯光代表一种 可怜的希望啊 等等等等啊 等等等等 所以也有人说 哎呀 比达索这个主题这么好 但是如果用裂并的方法来画 可能更好 我想 我想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如果比达索用裂并的方法 画这个的话 一定不好 为什么 我们以后有希望再讨论 但是最重要的是 比达索通过这个话 得出了非常惊人的结论 很少人注意到这个结论 比达索说 只有为政治的艺术 才是真正的艺术 所有的艺术必须为政治 我们理解这句话吗 我们觉得这样 比达索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纯艺术家 他怎么会这样用的呢 他真的这样讲过 大家有兴趣 在北美可以找到这本书 专门有一本英文书 就叫格尔利卡 在这本书里面 比达索非常郁闷的说 一切艺术都是虚假的 除了为政治 只有为政治的艺术 才是真正的艺术 所以在1947年 46年 我忘了年运 我忘了时间了 比达索做出一个人生的重要决定 加入法国共产党 他写下了他的入党证据书 当然法国共产党非常欢迎他 因为这样的一个著名艺术家 成为我们的遗员 然后在1953年 苏联的可怕的独产者斯大林 史料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慎重委托著名艺术家毕达索 画一张斯大林的肖像 来纪念这个革命导师 毕达索犹豫了半天 还是黄 他把斯大林画成一条白花 然后法国共产党 政治局高层开会 严密批判毕达索 如此对待我们的革命导师 毕达索非常伤心 我没有啊 我歌颂他 他像白花样春天 你们为什么说我 然后毕达索 这也不参加党的活动 不过也没退了 一直以 一直以法国共产党的身份道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这说明什么 说明前面所说的 艺术和社会和政党和宣传的 这种剧烈冲突 是我们二十世纪 乃至今天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这样的一个公流画家 他怎么可能会像列宾画 莫索达夫这样的一个手法 就画斯大林 因为他记者画的那样子 我估计法国共产党的 政治局委员也会不满意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满意什么样 除非你请一个当年的塑料画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